人类通过先进的医学手段 创造过很多令世人惊叹的奇迹 但有时候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那便是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 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奇迹 每一个人类个体代表的并不仅仅只是 一段段行走的躯体 它们都是生命的脉动 1992年 1990年的3月7日 当帕蒂汉瑟尔在医院产下 人生中第一个孩子时 谁也没有意识到 这个美国女人正在创造一个医学上的奇迹 她的孩子是对连体双胞胎 除了双脚和头部能够清晰地分辨以外 其余肚气上胸腔内的重要脏器都重叠在了一起 医生摘除了她们一对长在肩胛骨上的手臂 从此以后 这两个孩子便开始了奇特的连体生活 姐妹两人各自操纵半边的身体 生活中所有的行动都靠彼此间的合作来完成 从婴儿时期的爬行到童年时代的跑步 游泳或者是骑脚踏车 这对只能粘在一起的双胞胎成功地克服了身体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她们开始如同正常人一般在社会中生活 很多人都误以为汉色尔姐妹应该形同一人 但实际上这对双胞胎个性迥异 对食物颜色和学科都有着不同的偏好 不过她们都非常的乐观开朗 与一对弟妹相处的也非常融洽 高中毕业以后 为了更好地享受安静的生活 阿比盖尔和布列塔尼开始主动淡出人们的视线 他们去上了大学 可能也会遇到心仪的男生 或许将来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谁知道呢 反正每个人的一生也基本都是如此